靠近平 日后你只需按照吩咐办事 丞相定然不会亏待于你 一切全靠王大人筹谋了 好说 好说 这美人长得是不错 可惜这舞姿差了点 来来来 叫老人 请 小美儿 没摔疼吧 没事 你看看 这种水平的舞技 竟然也入得风月阁 二位大人见谅 小女子第一次到风月阁谋生 第一次见到大人物 难免有些紧张 我这就叫我得力的姐妹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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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不去吧 王大人 来 王大人 来来来来 再敬您一礼来来来 站住 请 你这虎媚梯子 休想在本夫人面前装蒜 我夫君近日静往这风月阁跑 肯定是因为你这虎媚子够硬的 不然 她怎么会天天往这儿跑呢 我 夫人 您是不是认错了呀 我今日是第一次演出 我真不认识你家夫君 我夫君在这风月阁 早有想好的了 我知道 不然怎么会三天两头地不回家呢 肯定是因为你这样的狐媚子 所以她才天天往这儿跑的 你说 是不是你 真不是我 你说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 真不是 不认识你 温宇 夫人 我真不认识你家夫君 这才是我的相好 你怎么来了呀 怎么都不跟我说一说 你人长得倒挺俊俏 可这眼光不怎么样 如果这狐媚子是你的女人 请你把她管好了 不要随便把她放出来 勾引别人的夫君 你怎么说话 夫人慎也 您一定是误会了 我们两情相悦 她又怎么会勾引其他人呢 救伤风华 怎么 不演了 演什么演啊 这么看着我干嘛呀 你看看你穿的是个什么 难怪让人误会 我 我穿的怎么了 你也不看看你自己 你穿成这样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你是个王爷呢 我这是 不是呢 你这是做什么呀 我还想问你来这做什么 你们本是说欺人太甚 是 竟然又让我嫁给那个什么废物北王 我出来散散心不行 北王没你想得那么不堪 管他怎么样呢 我要不要做这个北王妃还不一定呢 你不会是想脚底抹油吧 我陈公子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哎 百合 百合你别走 百合 我实在太想你了 所以忍不住来见你 陈公子当初一谎言相亲 怎还好意思再来见我 我本是伤苦之人 不该气你 我有官身在身的 男人 百合你听我说吗 金鞭叫身份欺骗人家国 不听不听 我不要听 百合 我真的错 别弄我身份 许是他有什么难言之言呢 你别不理我 你有什么难言之言 你身在悦籍 我知道你想嫁的 势必是官身之 百合虽然是月姬之人 嫁给官身 也确有令我脱级的机会 可你我知情 还比不过那扶云尔尔的身份地位 都说我不好 想我去了百合你对我的情谊 原谅我这次吧 此后我绝不会再欺瞒于你 月姬 真的 月姬是什么 真的 为什么月姬之人 想嫁官身 在北朔 月姬属于奸戟 若想要脱级 绝不会了 只有嫁给官身才可以 你们别说这规矩 可真不怎么样 我过两日再来看你 也好 那你要尽快和陈老爷提我们的婚事啊 放心好了 我绝不负你 嗯 我们可以出去了 我 我 我腿麻了 哎啊 好 啊 哎 我 行 谢谢啊 谢谢啊 你等等我 你这个人真的是 这有的人想嫁嫁不了 有的人不想嫁 还非得嫁 人各有命啊 我们今天就散了吧 江湖再见 你说这普通人婚嫁还能自己争取 若是皇上知道了冬雨长公主要抗婚逃跑 那事情就不同寻常了吧 怕是会大军压境 北硕更是会翻遍整个冬雨 到时候能找出几个长公主就不知道了 这么严重吗 对了 我们公主府还缺些东西要出去采买 这往后啊 住的日子可就长了 得好好准备准备 你对这儿熟 带我们去吧 你又来风月阁做什么呀 我是陪我们王爷过来啊 也就是你未来的夫君 北王他也在这儿在哪儿 我们打个招呼啊 北硕新人成婚之前不能见面 这是规矩 这又是什么破规矩啊 算了 我和宫主府了 好 那边都在哪儿 这么大 我会有个人 哪儿是 这边都在哪儿 哪儿是 哪儿都在哪儿 哪儿 我也接一杯 唯兄觉得呀 你要是看上了哪家姑娘 你就告诉唯兄 唯兄帮你张洛志吧 当然 若你不用唯兄操心 唯兄也乐得自在 来 咱们兄弟干杯 多谢二位公子捧场 这次啊 让我们的花魁苏念姑娘 亲自陪你们饮酒 多谢苏念姑娘 这次啊 让我们的花魁苏念姑娘 亲自陪你们饮酒 多谢苏念姑娘 多谢苏念姑娘 怎么办 这苏念姑娘下次来跳舞 是什么时候啊 只要你们经常来 她就会经常出现在你们面前 阿湘 你干吗呢 怎么跟看仇人一样 看人家姑娘 就是仇人 阿姐 我已经盯了她半天了 我确定 她就是那个把我扔了 两次的恶毒女杀手 杀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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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杀手吗 你杀手 这苏姑娘怎么可能 公子怕是认错人了吧 小女子 只是风月阁的花魁娘子 那人你再马上驮了我那么久 你话是会我都认识你 小女子实在不知公子在说什么 是啊 公子 您是不是认错人了 我们苏念姑娘可从未出过风月阁 姑娘 对不住啊 我家弟从小就有记不住人面貌的毛病 不记着毛病 又烦了 如有冒犯 还请姑娘多多包涵 贵人言重了 许是小女子长了一张寻常不过的脸 记不住 也是有的 是 不是 你 对不住啊 那苏念就静儿为贵人一杯 之后还望多多关照风月阁 这就是她 阿姐 就是她 你说一个人怎么能有两个面貌 真是太会隐藏了 不愧是第一花魁 星亿 我看人家姑娘娇美柔弱 举止又优雅 和女杀手实在无法关联 阿姐 你不信我 我信 我们恢复吧 我不 我倒是要看看 这狐狸什么时候露出尾巴 二位王爷 久等了 苏念姑娘听说南王北王来了 特意签来敬酒 苏念见过南王殿下 见过北王殿下 嗯 可 快快想起 苏念姑娘今夜真是 艳色无双 五姿有胜从前哪 南王殿下谬赞了 苏念来敬二位王爷一杯 果然 这美人还是更适合进去来观看 怎么在这个手术花里 我可真是 这是上了 还是不上 不是说好了以摔杯为号吗 走 快跑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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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杰你看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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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女杀手真要先行了 喂喂 喂 不是 欣益 我们帮忙搜捕你 别别别别 他肯定会武功 你不会还以为 他是那个女杀手吧 阿杰你就看着吧 他一会儿定能清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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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解决了 他怎么过来了 求二位贵人救救苏念 姑娘放心 我们俩都会武功 保护你足矣 多谢贵人 你不是会武功吗 找我们干嘛 你对他姑娘那么凶干嘛呀 你保护好他 我去去就来 你别动 别跑 小雪 这不是白天那个草包公子吗 他怎么会在这儿 他怎么会在这儿 飞过来 你们别老来啊 飞过来 干什么 南王殿下真是好身手啊 你就是那个女杀手 你别走啊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追杀这个草包公子的这些杀手 别过来 都是从哪儿来的呀 别过来啊 别过来啊 他不就是北王吗 张国王 他是南王 你们认识 别过来 也不算认识 他本来想英雄救美 但是没救命吧 算不算不样子就行了 你们只往城坏 别人一直追我 快点快点 保护北王 对对对 保护北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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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怎么还来啊 你真是转护啊 你真是转护啊 好 保护南王殿下 这个我设计的 老挤 不要啊 文宇 我来救你了 你 二 一 二 阿姐 你干什么呢 快跟我走 小王子 公主 你们回来了 我又收拾了一些行李 咱们什么时候动谁啊 那个诗人花 手段可真堵 一会儿温柔 一会儿险恶 完了 完了 文宇是不是已经死了 你们这是 怎么了呀 怎么出去一趟 就像丢了活一样 不对 肯定是他 我们又带他一起死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 我怎么听不懂啊 所以我们现在到底逃不逃啊 不逃了 不 不逃了 那个护送我回来的文宇 他死了 怎么会这样 这年纪轻轻的 确实可惜了 不过这跟我们逃不逃 有什么关系啊 你不明白 他本来不用死的 我要是跟他一起死 他就可以活过来了 哎呀公主 哎呀公主 这人死不能复生的 怎么能活过来呢 不对 别人不可以 他可以 不是他可以 是我们俩在一起就可以 哎呀算 不管了 我要去趟北王府 哎呀公主 现在是深夜 去北王府找一兵狼将 这实在不妥 若是公主真的相见文宇 不如等到明日 以准王妃的身份 去向北王府瞎拜帖 就说拜访北王 可是这北朔仙人成婚之前 不得相见 北王要是不答应怎么办啊 哎阿姐 嗯 凭什么咱们东宇人 要说北朔的理解啊 说得也是啊 现在最要紧的是 看看文宇怎么样了 其他的也顾不上了 那我现在就去准备拜天 文宇可千万不要有事啊 王爷 王爷 让你受伤是我的失职 我再不可恕啊王爷 王爷 我还没死呢 行了 这事不怪你 对了王爷 东宇那边传回消息 我还没来得及跟您禀告呢 说 探子说 这东宇除了有一位长公主之外 还有一位小公主 她的名字里有一个月字 叫 叫阿什纳月令 听闻这个小公主 从小自由散门惯了 如今刚好不在这王庭当中 哦 对了王爷 还有更巧的是 这个小公主还有一个弟弟 叫星义 说是东宇最小的王子 月令 阿月 星义 阿星 原来如此 好一场大戏 所以我们都被这对姐弟给旷骗了 怪不得他们会助那东宇长公主逃跑 密切关注东宇的情况 切记 不可将此事透露给任何人 那是两国联姻 从长公主变成小公主 我们就这么算了 反正是联姻 谁都一样 以大局为重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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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不是伤到哪儿了 您可不能有事啊 你 你 你 伤着 你就盼着本王伤着呢是吧 我伤着倒好了 至少能嫁祸给他周时宇 坐视他谋反师兄之罪 结果呢 偏偏他替我挡了刀 现在这事都成到皇兄耳中了 他倒成了有功之臣了 那您到底是想伤还是不想受伤 我当然 算了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出的什么狗屁苦肉鸡 一点又没有 真是个猪头 确实 是是是 都是小灵无能 哪能跟 小香香相提议论 实在是有误助了 你还想考我的小香香 不是 不是 不是这意思啊 不是这意思啊皇爷 快 给我家法伺候 是 不是 不是这意思 小香香 皇爷 我这辈子最恨吃烤肉猪的 皇爷 不怕 不怕 给我挠死他 好 皇爷 不怕 不怕 是 事情做得不错 放大北王和南王之间的矛盾 让兄弟二人不和 便可掣肘小皇帝 为丞相分忧是卑职分内之事 蒙圣上赐婚 实乃诸儿之幸 听闻北王殿下 鹦鹉不凡 人品贵重 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诸儿望求见之 以权相思之意 仰慕之情 遂求祝府拜访 叨扰之处 望量之 小公主文笔实在 教侠 你确定 她就是东宇小公主 阿史纳约令 确定 属下再三确认过了 王爷 那这小公主 我们是见还是不见啊 按照规矩来说 新人成婚之前 是不可以见面的 不见她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那就让本王能见到她 而她见不到本王 不认识 我这就去安排 嗯 请 不知这北王府 可有位名坏文宇的大人啊 他今日是否在府中 文宇 正是在下啊 虽与王爷名讳中 语字有冲撞 但王爷说不碍事 您是文宇 嗯 可我认识的文宇 是个年轻的冰王将啊 竟然还有跟我崇明之人 不过我家王爷身边 能干之才比比皆是 老朽也并非全部认得 你们北王府的院子 还真是精美啊 那是自然 我家北王殿下 是先皇的嫡子 又是当今圣上的胞弟 还有什么世间好物 是不可得的呢 来 这边请 来 小心 这边 小心 美人阁 这里是宫谁居住的呀 姑娘好眼光 这美人阁中的姑娘 个个都是国色天香 也都是从各地尽现的美女 我家王爷说了 待她娶妻之后 才会将阁中的姑娘 一并收入房中 这也算是 对未来王妃的敬重 这个北王 早早就建好了 金屋藏郊之地 将还说这是 对未来王妃的敬重 真是不知莲持 这边请 王爷 东宇长公主来了 听说长公主仰慕于我 得退退 过来 张公主 你能不能去 哪儿 他 你没有 不得了 这是我 ゆう 你哪儿 却并非如此 如有不妥 还请王爷海涵 长公主竟和传言说的不一样 如此伶牙俐齿 本王忙于公务 没有心思关心长公主 以后如有任何需要 直接差人跟王府的管家说便是 我想向王爷求一个人 王爷应该会应允吧 公主所求何人呢 文语 不是管家文语 是槟榔将文语 公主 为何要求这文语小将啊 我有一个侍女叫阿月 在来北硕的路上 颇得文语的照顾 于是她就心悦于她 昨日那位侍女偶然听说 文语在封月阁遇刺了 就特别担心她 才拜托我来打听一番 王爷可知道 文语的情况如何 长公主如此着急 那看来不是阿月姑娘心悦于她 而是长公主心悦于她吧 自然是阿月 我这不是替她着急吗 你告诉阿月姑娘 忘了文语吧 为什么 因为她已经死了 她已经死了 公主小心 千千 文宇死了 公主 这人死不能复生 其木伤了身子 是我害死了他 不是的 不是的 去给我买个火盆吧 好 说什么侍女 不就是你自己吗 王爷 您刚刚跟公主说什么了 我看她精神恍惚的 连路都走不稳 我都怕她 撞到柱子上了 没什么 也不知道该给你烧些什么 这些金银财帛 你随便划 还有这些环妃艳寿的美人 你就挑一个 当你的娘子吧 你的玉佩 你也没给我留下 你也没给我留下 我的这个 我就给你带上 你要是在那边 遇到了什么不测 说不定还能帮上你 你是舍不得玉佩 还是舍不得我 我 温宇 你 你要是心又不甘 你就去找那些 害你性命的人 你想要什么东西 我都给你烧 我给你烧 我给你烧纸钱 我都给你烧 我都给你烧 还有这些 这些美人 你随便挑一个 你喜欢哪个 我就给你烧哪个 环妃艳寿有何异曲 我就要你 你烧